大片的路易松看起來很有意義 也去引領很多UK的珍藍雕城 有著要拿新附近的觀光品質 六甲所有中心特別介入昆山科技大學 設計到一支六甲幸福錄影的APP 只要下載到APP 我已經有設定觀光主順的金點 在100公車來 APP就會跳出到金點的文理介紹和語音導覽 你來我們林鳳營的故事館是火車站 我們才有一個DM 才有一個六甲幸福旅遊APP 這個QR Code 掃描 你若是其他那個蘋果系統的 你就去那個商店 那個商店那邊下載 這裡很方便你來 你去它的自動會 那個景點我們的路易松也好 還是我們的火車站樹屋 防空洞才會步道 還是我們的採用路橋出來後 它就是會把你跳出來 跟你說明我們有文字檔 也有語音的一個檔案 然後讓大家可以馬上知道我們六甲的景點 透過這個科技 比較人性化也比較便利性這樣 副長陳其擁標時 這個總體就是希望 要讓UK能夠清多了解到六甲的特色景點 未來也會增加附近 鼓勇立宿的老處建築頂頂 也會提醒除了國藝多藍以外 增加到台藝音益頂頂 讓更多的外國朋友也會受歡迎 歡迎背包客 背包客來 不管香港還是台北來 就可以直接了解我們的民情 這樣的一個活動我們慢慢去擴展 像我們六甲很多古廟 古廟 像恰山 恰山還是我們的龍潭寺 我們漸漸把它建置起來 把它把整個點把它串連起來 符合我們韋哲市長在說的 接地氣也會讓很多觀光客 來我們台南這邊的一個美食也好 旅遊景點也好 文化也好 這樣讓整個我們台南變得更幸福 這六甲幸福流行的APP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要讓自助旅行的UK可以增加便利 UK也可以收出到幸福流行的導覽地圖 掃描裡面的QR Code 也可以馬上知道到面前的金點資訊 讓你按圖所寄 有國家好的露營體驗 我們在新聞第一文小便圈 六甲蔡翁報道